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Cshop面向对象编程系列课程 今天我们要讲的知识点是抽象类和抽象方法 首先我们来看抽象方法 那么说到抽象方法 我们就不得不提到我们上上节课学的虚方法 那么虚方法是在方法的前面将一个vartual关键词 抽象方法是在方法的前面加一个abstract关键词 那么这个就表示抽象 英文意思也是抽象 那么虚方法 大家可以看到虚方法 就是说那么我可能在可能通过鸡类的引用 调用指向派生类的对象 那么调用一个虚方法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调用的是鸡类的方法 也可能调用的是派生类当中override的方法 就重写的方法 那么当我们一个函数 一个方法声明的是abstract的时候 那么我们该方法是不能有实体的 也就是说在鸡类当中一个方法 那么声明为abstract 我们不能有实际的函数体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上节课的虚方法 speak是吧 如果这里声明为abstract 不可以有函数体 不可以有函数体 那么只可以在派生类当中用override进行重写 但是如果声明为虚方法 那么可以有函数体 那么也就是说当通过这个鸡类类型的引用 那么调用这个某个虚方法的时候 调用虚方法的时候 我们可以调用鸡类的 如果派生类当中没有进行重写的话 就调用鸡类的 如果派生类当中有重写的时候 我们调用派生类的 对吧 这是上上节课的内容 但是如果声明为abstract的时候 因为它没有函数体 那么这个时候通过鸡类的引用 那么调用的时候 那么我们只能使用派生类当中重写的 并且派生类继承鸡类 鸡类当中有个abstract的抽象方法的时候 那么我们必须要重写 那么如果虚方法我们没有重写 也是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是abstract的方法 因为它是抽象的 比虚要更进一步 比虚更虚 所以说虚无缥缈 虚无缥缈到它没有函数体 所以我们必须在子类当中进行重写 因为它没有函数体 你不重写 根本这个方法就不存在 虚方法 以前比较虚 那么到子类当中 我要把它变成实的 是吧 要override把它重写 让它更具体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抽象方法比虚方法更虚 那么我们再看 具体来看抽象成员 不仅方法可以变成abstract 属性事件索引 都可以变成abstract 今天我们主要是抽象方法 其他的大家可以举一反三 道理都是相同的 还有必须用abstract 这个关键字进行标识 还有不能有代码的实现块 不能实现这个方法 只能有一个声明 那么虚方法 如果一个类还有一个虚方法的时候 那么这个类 那么就是抽象类 还有一个抽象方法的时候 这个类就是抽象类 那么一个抽象类当中 那么可以有 可以有什么呢 可以有抽象方法 也可以有非抽象的普通方法 那如果一个类当中 有抽象方法的时候 那么它必须声明为一个abstract类 如果只有普通方法 那么可以不声明 也可以声明 那么为什么要有这个抽象类 抽象类其实就是一个目的 它就是被继承 因为它没有函数体 所以它不能实力化 这没有函数体 我们可以实际的看下例 假如我们这里 随意定义一个 是吧 class 是吧 A类 那么这个 这个A类 假如这里面 直接声明为abstract 那么这里 假如有个A类型的X 等于NewA类型 好 我们就会报错 发生错误 是吧 因为无法创建抽象类 或接口的实力 我们这里就是抽象类 无法创建抽象类的实力 抽象类的实力 是无法被创建的 因为它有一个abstract的关键字 是无法被实力化的 然后抽象类不能实力化 用这个来修饰 抽象类可以包含抽象成员和普通成员 以及他们的任意组合 那么抽象类当中可以全部是抽象成员 也可以全部是普通成员 也可以是他们任意组合 如果一个类包含抽象成员 那么它必须声明为abstract的类 否则就会报错 好 那么抽象类的抽象成员 在派生类中需要用override的关键字实现 而且必须实现 如果不用override的实现 那么抽象类派生出来的 仍然是一个抽象类 不能实力化 它是抽象的 而不能被实力化 好 那么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到这个更加清楚的 学习抽象类的概念 这是一个抽象的类 是吧 它有一个抽象的方法 也可以没有抽象方法 它是一个抽象类 有一个抽象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上节课的speak 对吧 好 那么 派生类当中 那么就要override重写 这个抽象类的speak方法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上节课当中 我们把这个抽象类删掉 那么用虚方法 写了这个speak的这个方法 虚的 那么我们这节课呢 因为speak 大家看 speak这个函数是某某某 is speaking 对吧 我们发现任何一种宠物 那么它的叫声 它说话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一种个性化的设计 就是说 比如说狗是汪汪叫 猫是喵喵叫 对吧 需要个性化 那么也就是说 没有一种普通话 在宠物之间 没有一种国际化的 跨种族的语言 来进行表达 也就是说 鸡类 pet当中 这个speak 那么用鸡类当中的 这种speak来进行打印 说话 那么是毫无意义的 因为没有一种 统一的官方语言 所以说这个续方法 在任何情况下调用 任何一种宠物调用 都是不具有意义的 因为 是吧 所有的宠物 那么猫 狗 蜥蜴 蛇等等 它们的叫声 可能都是不相同的 而不是可能 就是绝对不 就是不相同的 所以说我们没有一种 官方的统一的语言 所以这样写来 毫无意义 所以干脆 我们没有任何实现 把它定义成一个虚方法 好 把它定义成一个虚方法 那么这个虚方法 这个时候大家注意 它是没有函数体的 如果你写上函数体 是吧 编译器会告诉我们 这是错误的 你看这里就发生错误 因为是吧 无法声明主体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抽象方法 不是普通的虚方法 它这个抽象方法 比虚方法更虚 虚无缥缈 完全没有实现 那么这个时候就正确了 包含抽象类 那么如果有一个虚方法的时候 这个类必须抽象类 这个时候我们 我们发现程序完全正常运行 是吧 那么同因为虚方法和抽象方法 在派生类当中重写 都是加同一个观点字 override 好 那么这个时候 那么因为我们 另外大家如果一个类 是抽象类 意味着它不能被实力化 我们的宠物 要么是狗 要么是猫 没有一种宠物 它就是一种宠物 pet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那么只有具体的是狗 还是猫 它才有意义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把speak 声明成抽象方法 把pet 声明成抽象类 是更加合适的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 就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